有感觉啊 太硬了 嗯 因为他这个在肉里现在扎着疼一下 把这一块修了 马上就感觉舒服了 这边内侧是吗 嗯 没事 因为外侧也得修 只能先紧一面 那边是那个指甲 就是正好我的手顶的时候感觉 顶 顶着疼是吗 嗯 啊 那边浓出来了都 你看 这边浓已经出来了还没修 就是如果一般你的发炎了的话 你要是没时间修暂时你就先擦点符 就是先不要碰水 知道吗 这样的话能好很多 每次来弄这个夹的颜团都是化东西 等我能不能把这颜团里去散开 别往一块长 那是做个矫正 他能矫正吗 可以矫正 他虽然是要血糖膏啊 灰指甲虽然是不能治的 但是假如也是没问题 他能做矫正 可以做 没问题 你把他指甲这样别让往中间长给它散开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没问题的 哎 你让他可以矫正一下 这多长时间能矫正好 在几个月吧 你干啥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好啊 他矫正的时候能走路吗 能 什么都不耽误 什么的感觉都没有 他只会更舒服 他有矫正吧 我跟你这么讲啊 他这个脚啊 其实主要就是血糖膏了 戴影哥 你们给他吃的完了 因为只要有了灰指甲以后 就是个时间问题 百分之百就是个压根元 就是个时间问题 不是 就是说发展的快或慢 不不 他是血糖膏 啊 血糖你只要你也高了 你就是加上来 你吃掉控制也不行 也不能是 这是个源头问题 啊 就不能再治了 血糖膏他就没法治了 血糖膏不敢治你知道吧 但是他们这个支架可以给他散开是吧 可以散开 让他往里长 哎 能给他矫正过来 大爷你就放松一下 你害怕吗大爷啊 我还没给你修呢 对 啊 你不敢看是吧 对 我还真害怕 啊 我这样我先给你检查检查好不好 我那一会修的时候跟你说一声好不好 嗯 我给你讲 是不是摘疼 不是摘疼 是不是 不让我摘疼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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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的 有的感觉 你看一下哈 你看这个地上 进去 啊 为什么说血糖膏的人还害怕哈 嗯 一旦如果有糖尿病毒以后 这个地方老扎破了以后啊 它不容易长死 它不容易愈合容易亏赖 亏赖以后这就截肢 啊 啊 糖尿病毒 糖尿病的人很可怕 是吧 嗯 所以说 血糖膏的人 我老想发想给他弄 我们也不知道有 血糖膏的人哈 一定不能有甲乳赖 我是突然刷嘴 刷出来 要不还不知道能治 我们就带他上医院 上医院也不行了吧 你医院 他刚刚把你这个爹甲给你烫 这个 给你拉过来 拉平了 不往左眼子 你看哈 你看你这我要给你动 他说也不烫 也不带我给你抖道 什么都不耽误 不带我拉一下 他那样的话 你看 你看在这哈 还用 大爷没打你 这个大爷呢 没有 那 看了 嗯 看不上 这个也是看着没有啥 嗯 对 现在都没开始弹了 对 对 这里 英文 眼俩 是 她 这块也过瘾 过瘾 过瘾 脚架沿着里边都容易长老皮 过瘾 谢谢观看